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说起利用气象或者地球作为能量来源的技术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19世纪 尼古拉特斯拉的沃登克里弗塔 这是一种利用地球 大气作为媒体 然后传输雷电中包含能量的技术 一旦成功就能实现数千公里远的无限送电 但是就在20世纪70年代 一群考古学家在澳大利亚东北方的 伯纳佩岛下 发现了一座覆盖面积十分庞大的海底建筑群 令人惊奇的是 这座城市的每一块巨石都充满了电子能量 原来在沃登克里弗塔之前 地球上就存在一座面积超过200公顷的史前发电厂 最惊人的是 它的建造时间可能是在一万年以前 而它所利用的可不单单是雷电能量 而是台风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座神奇的史前发电厂南马多尔 在如今澳大利亚东北方 大约2700公里的海面上 有一个叫做波纳佩的小岛 这座小岛从头到尾只有13英里 地形荒凉 但是在它东海岸的潜水区 则处立了一个巨大的石头建筑群 从高处俯瞰的画 你会看到92个人工小岛建在珊瑚礁顶部 面积一英里长 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个精心设计的石头运河连接起来 由于这座城是建造在水上 所以又被称为太平洋上的威尼斯 而整个建筑群采用了巨大玄武岩建成 墙壁高58英尺 厚17英尺 柱子和建筑物都有5至50吨的石头堆叠成 一些科学家估算 该一致的建设使用了超过75万吨石材 看到这样的数据 你也许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和重达600万吨的胡佛金字塔相比 确实显得有些小了 但和其他巨石遗迹不同的是 这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 建在珊瑚礁上的巨石遗址 珊瑚礁的硬度通常在3.5到4之间 使珊瑚虫在生长过程中 吸收海水中的钙和二氧化碳 分泌出石灰石变为自己生存的外壳后 并通过一代代的新陈代谢 将这些石灰石粘合在一起形成的 而玄武岩的末世硬度 却在5到7之间 虽能够建在珊瑚礁上 并使用超过75万吨石材 已经让不少考古学家目瞪口呆了 为了弄明白南马多尔到底是谁建造的 一些考古学家对现场 据实进行了探测年发现 南马多尔的建造始于公元1180年左右 于是主流学界认为 南马多尔是由当时统治 波纳佩岛的索德勒王朝建造的 直到1600年索德勒家族被推翻 所以留下了这个神秘废墟 但是事实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小岛附近没有彩石场 这意味着构成南马多尔的巨大玄武烟 肯定是从其他地方运到那里的 而且波纳佩岛地是崎岖 石头无法通过 这意味着无论南马多尔的建设者 是从小岛还是从其他地方获取石头 都必须让石块飘过大洋运到现场 最初 一些人认为可以使用竹筏来做到这一点 但当考虑到南马多尔使用的石头重量时 这个理论很快就被推翻了 甚至在1995年 探索频道关于南马多尔的特别节目 就专门尝试使用竹筏漂浮重达一只两吨的石头 这些石头的尺寸 只是南马多尔中所有石头的一小部分 接着他们发现 竹筏很快就沉默了 因此岛山的巨石来源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而在今天 局弃50吨重的石头 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强大的起重机 和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那么几百年前 如果没有这样的起重机 甚至没有基本的杠杆工具 人们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呢 由于南马多尔一技过于庞大而鼓 不少人质疑 古代所得了王朝的技术水平 根本不足以建造如此宏伟的建筑 因为理论派人士进行过这样的计算 南马多尔的整个建筑群 使用了大约一百万根雪五岩石柱 假设这些石柱的原材料 都是从该岛北岸的彩石厂开凿 经过加工之后 再用筏子运到建筑地点 以每天动用一千名精壮劳力 从事这项工作来算 光是彩石就需要655年 将所有石料加工成五边形或六边形的棱柱 则需要二百到三百年 而运送到目的地并最终完成建筑 总共需要1550年时间 最重要的是 根据波纳佩岛现有的人口 数2.5万人推算 古代建造南马多尔时的人口 应该还不到21世纪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一千名精壮劳力 实际上等同于当时该岛的全部劳动力 而为了生存 一部分人必须去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 这样就使得建造古城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很多 另外 根据对南马多尔遗迹进行的年代测定显示 其建造时间大概距今900年前 因此即便岛民不眠不休的建造 也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建造活动 而根据当地人的传说 南马多尔其实有着一个神话般的来源 传说在一万年前 有七个男人和九个女人 从大洋比亚的某个地方出发 去寻找新的居所 在旅途中 他们遇到了长相如克苏鲁的精英 将他们带到了太平洋上一个不知名的岛屿 但当他们到达时 发现这个岛还没有独目周到 远不足以定居 幸运的是旅行者们拥有神奇的力量 使他们能够召唤水面下岛屿的七部分 他们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并在中间建造了一座石祭坛 同时将这里命名为波纳佩岛 意思是在石祭坛上 后来过了几百年 又有五位定居者来到这里 他们都带来了如何衣衫 造礁和塑造岛屿的神秘知识 后来在这些定居者中 出现了一位强大的魔法师 在他的魔力控制下 伴随着美妙的声音 很多已经切割好的巨石 像鸟儿一样飞到建筑地点 堆积成小岛 运河 城墙和建筑屋 从而建造了南马多尔 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文明 很多人认为 这个故事不过就是 骗骗小孩的童话罢了 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看 故事中的内容时 你会发现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特别是那个魔法师 使用某种魔法 将重达50吨的巨石 悬浮在空中的能力 有些人认为这不是魔法 这个故事也根本不是神话 而是失传的上古技术 但是什么样的失传技术 可以让古人将 巨大的虫石悬浮在空中呢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 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 它被称为声悬浮 这是一种通过匹配物质的 声音频率来举起虫石 使其失众并将其移动的方法 有趣的是 几乎在每一种巨石文化中 都有某种传说称 巨石是通过声学手段移动的 要么通过秘密歌曲 要么通过巨大的螺 号 竖琴或脑搏 一些人认为 这说明古人可能已经通过 超音速或其他方法 掌握了成悬浮技术 使他们能够克服重力 并轻松移动大型物体 不过南马多尔的秘密 还不止这些 几个世纪以来 伯纳佩当地一直传言称 南马多尔存在着可怕力量 任何扰乱这个遗址的外来者 都会受到诅咒 很多人认为 这不过是当地人为了阻止 外来者破坏遗址 而编造出的谎言 直到二十世纪初 波纳佩被德国统治 总督的职位被授予一个 名叫维克多伯格的人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平洋岛上渡过 1907年他决定开始探索南马多尔 最终在建筑群深处 他发现了一座密封的坟墓 据说里面埋藏着 波纳佩古代统治者的遗骸 令人震惊的是 伯格在坟墓中发现了前所未见的海骨 这是一个大约 十英尺高的巨人种族 而在他发现遗骸的那天晚上 当伯格试图入睡时 一场狂风暴雨夹杂着巨大的闪电 席卷了整个岛屿 当时很多人声称 都看到天空中出现奇怪的发光球体 直到第二天风暴过去后 伯格来到南马多尔的现场时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毫无征兆地倒在了原地 没有了呼吸 当地人认为 伯格的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暴 证明这里确实存在着超自然力量 一名驻扎在岛上的德国医生检查后认为 他的死因是中暑和热衰竭 但问题是对于像伯格这样 在太平洋岛屿生活多年 已经习惯了炎热天气的健康人来说 这个解释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不过这件事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诅咒 而是他死前发现了属于巨人的骸骨 我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前面魔法师的故事是真子 那么这群建造南马兜尔的人 有没有可能是巨人呢 一些历史学家对波纳佩岛的历史 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 巨人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 与南马兜尔联系在一起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波纳佩岛的控制权落入日本手中 与之前统治该岛的人一样 日本人也开始调查南马兜尔 然而他们的发现 远远超出了前面的那些东西 当时日本科学家发现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近在珊瑚礁上的南马兜尔遗址 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南马兜尔的大部分建筑 已经延伸到了海面下几千米的地方 它实际上是一座沉没海下的完整城市 据说当时日本科学家 还在海底发现了巨大的波金棺材 而当他们将棺材打碎后 同样在里面发现了 十英尺高的巨人遗骸 我们都知道 在《圣经创世纪》中 就有一个关于远古巨人族的记录 他们被称为拿菲林人 体型非常巨大 而在现代 在美国 非洲 亚马逊雨林 亚洲等地 也相继发现了巨人存在过的证据 比如巨人采过之后留下的脚印化石等等 那么为了调查事件的真相 1939年 一位名叫赫伯特·里特林格的德国探险家 来到南马兜尔想亲自验证 是否真的是巨人的遗迹 根据里特林格的说法 当他们潜入水下后 发现了保存完好 长满一倍和山火的街道 下面有无数巨型的石拱顶 石柱和零散的石块 这似乎真的是一座巨人建造的海底王国 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一些来访的考古学家 更是在南马兜尔地下 发现了广泛的隧道和洞穴直通海底 所以这座城市如果真是巨人建造的 这些巨人又来自哪里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 一个叫詹姆斯·丘奇沃德的人 提出了这么个说法 他声称自己在印度当兵期间 在一座寺庙里发现了一组古老的泥板 上面讲述了一个史前的失落大陆 叫木 后来被称为利姆里亚 根据詹姆斯的说法 这片大陆从北到南绵延3000英里 从东到西绵延5000英里 是五万年前存在的先进古代文明的家园 后来突然沉入海底并永远消失 鉴于波纳佩岛位于太平洋 詹姆斯认为 南马兜尔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失落大陆的郊区 不过一些人发现 南马兜尔和其他巨石一介还不太一样 没有窗户也没有门 不太像是一个给人住的地方 那建造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一些地理学家发现 波纳佩岛恰好位于太平洋台风诞生区的中间 这里的台风力量非常严重 如今我们知道 台风的形成不仅仅是冷气流与温暖海水碰撞的结果 而且还具有电磁成分 鉴于小岛位置 一些人观察了南马兜尔的玄武音 发现它们具有很强的电磁特性 于是认为它们一定是为了破坏台风形成 使台风释放出它们的电磁 并为倾盆大雨来保护该地区 而前面那个维克多伯格死亡的前夜 所发生的惊人意象 似乎也证实了这个推测 也就是说 南马兜尔可能并不是一座古城 而是有意建造的人工影响天气的项目 如果这是真的 这就说明当时的技术水平已经超越了现代 不仅如此 考虑到波纳佩岛持续的地震活动 从而产生了压电 美国作家弗兰克·约瑟夫认为 当这种压电性语铺设在南马兜尔的运河 墙壁和塔楼中的磁化玄武岩相遇时 玄武岩的自然垂直磁场就会快速转动 然后乘螺旋式上升聚焦到天空 释放出强大的电能 而这里就成为了发电场 当这个想法提出之后 人们发现这居然和十九世纪 尼古拉特斯拉的沃登克里夫塔的工作理念不谋而合 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利用地球和自然气象 来传输能量的技术 并且特斯拉曾经还提出了 地球可以抽水发电的理念 只不过南马多尔的文明技术 与之相比可能要早个数万年了 当然了 也有人对于南马多尔的建造 提出了一个比较玄幻的说法 认为以前可能真的有一批军来到这里 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几代之后 发现这里的台风非常严重 再加上地震频发 新造的房屋往往支撑不过几天就碳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更大更重的石头来建设 并且为了保护后人 能够平安生活在这里 同时也为了守护埋在这里的先人遗骸 选择玄武岩来建造 最早的能够人工影响天气的系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